这个瓦冈山瓦冈塞这有点意思 上了热搜说什么呢 说这个 瓦冈塞乡人民政府院内可以塞粮 可以塞就可以塞吧 我们知道海内边的那个政府 现在去他食堂吃饭 都无所谓都是可以的 那你有什么了不起 当然这个里面就是说 他说了说这个乡里面 这些个工的单位都可以塞 如果不能塞就跟投诉 他们要管 我觉得这样子呢 就是你是合理正当 我们也没必要感恩戴德 这就是我们的地方嘛 其实很多人诟病 那个厕所不允许用 停车场不允许用那些个问题 已经不是人民的政府 是老爷衙门 其实有些个地方也该学学 就是那个神奇的地方 有人说过说有事来找我 结果到那里我打开那个地图 我搜他那个地方都搜不到 就在坐落的那个地方 就最大的广场那里 坐落的那里搜他们的地方都搜不到他 你们得向夏季学一学 是吧 不要高高在上 是人们授权给你的 那不是你的所有权 是人民给你的权利